我是与你同行的伊利亚 真高兴我们又再次在空中相会了 亲爱的朋友啊 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 既然我们的耶稣是这么的有能力 为什么有时候甚至很常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经历到耶稣的大能 没有经历到耶稣的能力 没有经历到这些神级启示呢 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呢 亲爱的朋友啊 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来思考 要来学习的啊 让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诗歌之后 我们要来听一段讲到的录音 一起的来学习 为什么我们没有经历耶稣的大能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请继续锁定真观电台信仰 路上 宁我同行 然后接着我们看到什么呢 这也是我们可以从耶稣身上学习的 第七节 必能回答说 先生水动的时候 没有人把我放在池里 我正去的时候 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了 当他找一大堆借口的时候 也是怎么回答呢 耶稣一一拆穿他的借口吗 耶稣一一的说服他吗 没有 耶稣很直接了淡的说 起来 拿起 拿你的路子 走吧 路子也是路子 路子走吧 起来 拿你的路子 走吧 耶稣直接一句话说 起来 拿你的路子 走吧 从这里我们也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这是我过去所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当有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寻求辅导的时候 告诉你他有多伤心 别人怎么对他 他多么可怜 然后你就安慰他 失落很可怜 等等 当然有时候有一点同理心是好的 但是不要停留太久了 到了结果 你会发现到 心理学的研究了 你会发现到 你只是在加重他的负面情绪 你要做的就是 同理一下就好了 同理一下就好了 赶快把它指向正面 正面的能量 不要让它越陷越深 那就更糟糕 所以你看到耶稣怎么做吗 耶稣有说 哦 失落你很可怜 都没有人帮你 所以我现在过来帮你了 或者是 哦 失落你很可怜 人家都忽略你了 真的了 你躺在这边都没有人照顾你 真的是好可怜 耶稣有怎么做 耶稣有怎么做吗 耶稣没有 耶稣只是一句话说 起来 拿起你的褥子 拿你的褥子 走吧 这是一句话 我告诉你 耶稣说话总是这么 直接了单 就像我告诉大家 那时候 神要我饶恕 我所恨的两个人 恨得很深 我找了一大堆的借口 神从来没有跟我讲太多 他不会告诉我说 你这个理由的 你这个借口的缺点在 你这个借口是错的等等 他也没有这么讲 神也没有去认同我的借口 说是咯 这些人这样对你 对咯 所以你会恨他是很正常的 神都没有这么说 神从头到尾只说一句话 要爱你的仇敌 恨你的要对他 从来没有改变 所以结果 他的话有没有能力 他的话非常有能力 最后我就输了 我就月亮 我就老输 老输那些伤害我的人 然后我们就看到说 耶稣就是这么办 也这么直接 他一针见血地说出我们的情况 虽然我们找了很多的借口 但他不让我们掉入那个负面的情绪当中 还有第二点 我们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是什么呢 就算我们找了很多的借口 耶稣还是帮助我们 你看到了吗 他的爱大到一个地步 就算我们找了这么多的借口 耶稣还是帮助我们 大家 我要声明一下 这是耶稣 不是我 如果我要帮你 你找了很多借口 我会直接告诉你 好吧 你自己的选择 你自己负责 拜拜 但是耶稣不是这样 他找了这么多的借口 耶稣还是 帮他 这是不离不弃的爱 和不离不弃的帮助 太棒了 我必须很诚实地告诉大家 真的 我遇过几次很会找借口的人 我就是一句 我就是 就是算了吧 你既然找那么多借口 我也不想花太多时间 放在你身上 我就这样子 但是耶稣不是哦 找了这么多借口哦 耶稣还是帮助 你看我们的耶稣好不好 太好 当初还好他 也对我不离不弃 不然我找了那么多借口 他怎样 还好三弟没有讲说 算了吧 润凭你了 你要恨人就恨人吧 没有 神还是不离不弃 叫我不可以恨人 要爱你的存在 这就是我们的耶稣 太棒了 所以我每次告诉大家 我们的教会 是讲恩典的教会 但你要记住 那个恩典是来自耶稣 不是来自我们 我必须很诚实地告诉大家 耶稣这种爱 我真的是太佩服了 太佩服 对那些很会找借口的人 我比较喜欢用的一个方法就是 你自己的选择 你负责吧 拜拜 但是耶稣就不是这样哦 耶稣是不离不弃的爱 结果我们看到这个人 怎么样呢 你看到了吗 耶稣在他旁边 那时候耶稣在他旁边 他还等着说 人把他拿到 池里面 对吗 耶稣已经在他旁边了嘛 我想他可能也已经听到 耶稣的名声了 可能 因为那时候 耶稣已经出来服侍一段时间了 所以 耶稣已经在他旁边了 他还是要等着人 他还是希望有人把他 抬到池那里 对吗 碰到水 他才会好 对吗 你知道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吗 这个情况就是 这个人的所作 其实在限制 耶稣的能力 耶稣要医治他 还需要把他抬到池那里嘛 不需要对吗 所以同样的 我们的耶稣的医治 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耶稣可以直接医治你的 就算全世界已经没有药 能够医你了 耶稣也能够直接医治你的 耶稣能够直接帮助你的 但是不要跑到另外一个极端 我每次讲到这里 我都要很小心 有的人就跑到另外一个极端 既然耶稣能够直接医治我 我就不吃药了 除非圣灵真的这么大的感动你 让我很常跟传道人说 我们的责任 只是帮助人祷告 让他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 他该不该吃药 是医生决定 不是我们决定 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以叫人家不吃药 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除非他真的经历像我一样 有时候我去看医生吃了两天药 突然间圣灵很感动 不要吃了 那就不吃了 就好了 那个是圣灵感动 但是不是一个律法 你知道律法主义最大的危险 是什么地方吗 律法主义最大的危险就是 把我个人的经历变成是一个律法 那很危险 耶稣医治人的方法都不一样的 如果你看圣经的话 为什么都不一样呢 他就是避免人家掉入律法主义 知道我的意思吗 如果耶稣医治每一个虾子 都是把坨沫吐在泥土上 然后合你一下 骂在他的眼上 如果每一个虾子 耶稣都是这么医的话 我告诉你 今天你会看到很多教会的传道人 耶稣就是知道我们很容易掉入律法主义 所以你看他医治的方法 从来是没有一个pattern的 有pattern吗 没有pattern的 就是怕你掉入律法主义 所以有一些传道人 有些教导为什么会这么大的错误 就是因为他们把它律法化 比如我的经历很多次 我生病不吃药就好了 但这不表示说 你要得到医治一定不可以吃药 不是 药也是神医治的一个方法 除非神真的很感动你 停止你才停止 不然千万别这么做 明白吗 但是有一点很肯定的就是 你要记住 就算全世界已经没有药能够医你了 你要记住 耶稣的能力还是不受限制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用这个来限制 耶稣的能力 比如这个缺腿的 他相信说只有到池里面才会得到医治 所以就算耶稣在旁边 他会得到医治吗 他也不会求耶稣啊 是耶稣亲自医治他 不然他也不会去求耶稣 对吗 对吗 所以同样的 如果我们相信说 耶稣只能够透过药来医治我们的话 那就很危险 因为有一些 不是有一些 我以前是读护士的 我必须告诉大家 那时候我上课的时候 上病理学 讲到不同的疾病 我必须很诚实地告诉大家 我们上了这么多不同的疾病 几乎有一半 当讲师介绍好这个病是什么病 它的特征是什么 是什么造成的 这个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到了最后怎么医治 我告诉你 几乎一半的病 是不能医治 目前无药可能 所以我告诉你 医学是非常有限的 这是我读了护士的一个感想 那时候我读护士 连续四个学期 都是我们的大学有那种金榜 有名的嘛 有名的成绩不错的 我连续四个学期 名字都在榜上的 但是我告诉你 我也只能够告诉你 人是有限的 医学也是非常有限的 如果你认为说 耶稣只能够透过你 透过那些药来医治你的话 我告诉你 你会很失望 因为很多病 是没有办法医的 所以你要相信 耶稣的医治 是不受药物限制的 不要像这个病人一样 还一直等着那个齿的水 明明耶稣就在旁边了 可悲不可悲 所以也是一样的 不用等科学家发明新的药 耶稣能够医治 你要知道 耶稣能够医治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说 这就是耶稣的医治 我们也看到说 这就是我们人的情况 人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刚才我们看到了 第一点 我们会去找借口 第二点 我们虽然举巴一讲有信心 但并不是真的有信心 第三点 我们的观念很常 限制耶稣的能力 耶稣的作为 跟耶稣的医治 所以这是我们要放掉的 不要再去找借口 也不要把信心 停留在口头上 也不要让自己的观念 去限制神的能力 相反的 你要相信 你要相信 耶稣能够医治 耶稣能够帮助 耶稣的爱已经足够了 亲爱的朋友 听了刚才的讲道录音 我们已经发现到 原来我们很常没有经历到 耶稣的大能 问题是处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我们没有经历到 耶稣的大能 问题是处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有时候我们找了一大堆的借口 有时候我们并不是真的相信 耶稣和他的能力 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观念 限制了 耶稣的作为 亲爱的朋友啊 原来我们很常没有经历到 耶稣的大能 问题是处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 其实方法非常简单 您只需要单单的相信耶稣 单单相信耶稣 不要想太多 当你想太多的时候 您的观念就会去限制耶稣的作为 不要想太多 当你想太多的时候 你就会找一大堆的借口 不要想太多 当你想太多的时候 你会开始疑惑 甚至是怀疑耶稣的能力 亲爱的朋友啊 只需要单单相信耶稣 相信你的耶稣 不但能够就你的灵魂 将来进入永生 在今生 也就是在现在 你的耶稣也一样能够帮助你 而且是一定帮助你 单单相信他 单单相信你的耶稣 他是绝对有能力 而且是一定会帮助你 不要想那么多 单单来相信耶稣基督 亲爱的朋友啊 还等什么呢 你要来单单的相信耶稣基督吗 如果要的话 来跟我一起祷告 跟我一句一句的说 亲爱的主耶稣 我要来相信耶稣基督 接受你做我的救助 和生命的主 从现在开始 我要单单的相信你 单单的依靠你 一生来跟随你 谢谢你耶稣 因为你一定帮助我 阿们 亲爱的朋友啊 从现在开始 让我们只单单的相信耶稣基督 相信我们的耶稣 他一定能够 而且是一定会帮助我们 阿们